去年黃媽媽的這個事件 他在竹北 被濫權來捕 他只是舉個牌就在公開場合 沒有為什麼罰 就這樣隨機就這樣被逮走了 隨機逮人 這個已經是21世紀 你光天花日之下 你是有牌流氓是不是 你這個分局長 這個竹北的分局長 當然現在他已經升官了 升到哪裡 法院總隊的督察長 升官了 是無險 你對你部下這樣亂搞 你不及時去糾正 還事外發布說黃媽媽什麼 黃媽媽恐嚇執法人員 這二人先告狀 說他恐嚇執法人員 一個60歲的家庭主婦 你們警察圍一圈 你說你告訴我說 黃媽媽恐嚇這些警察 我真的快昏倒了 然後想說這個黃媽還曾經去那個 我們的主任執行官好偉大 李貴芬 說去他家親門打貨 黃媽媽連他家在哪裡知不知道 到現在黃媽媽都不知道他家在哪裡 可以這樣畫一個新聞稿 九月的時候 因為黃媽媽知道如果向檢察官提告訴 檢察官一定怎樣又不起訴了 所以就採自訴的方式 自訴的方式今年九月開庭的時候 這個謝伯賢當庭承認說他發了這個心目感 有沒有查證 當庭他有沒有講 他講說我沒有查證 我問各位 這問題嚴重了 你當一個分局長 你連查證都不查證 你就根據某人講的話你就發布 你們在那邊講 每天在那邊講說要抓假新聞 結果假新聞最大來的人是誰 不就是你們這些警察嗎 你們這些執法機關嗎 你當庭承認 當庭承認照樣子就自白了 結果我們法院一審判什麼 我們新北地院 偉大的新北地院一審判什麼 無罪 因為他說 意思是說他有所本 我有壞分頭了 你有本在哪裡啊 胡搞瞎搞啊 所以我們這樣看起來 我們今天真的 我們是要怎樣 對這個國際人權 台灣的人權有期待 還是說我們很無奈 所以我只能講 不管是太極邦案件 或者是黃邦案件 路子還很久 我覺得人權 你只要寄望 這一些有權有勢的人 給你人權 不如我們一起為人權 自己去爭取自己的奮鬥 謝謝